谁说养肾就必须要禁育呢 前段我讲过一个养肾的话题 然后很多网友评论说什么中医提倡禁育 这样对男人健康 禁育能养肾长寿 虽然确实有一些人提倡禁育养生 但这可不是中医的说法 我们中医讲究的是阴阳调和 这方式就是人体阴阳调和的过程 而且人是没法违抗的 要不就容易生病 这点很多医学古籍里都说了 像豹夫子里阴阳不交则伤矣 千金药方里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 宿女经里有阴阳不交则生痛瘀之急等等 甚至中医还有专门讲这个男女房式的书 叫预防秘术 另外你看古时候到家够养生吧 但他们也没有说要禁阅 而是要顺其自然 除了一个全真派修炼比较特殊 其他都是随心的 可没有提倡禁欲这一说呀 那有人就觉得这意思是可以纵欲 纵欲不伤身了吧 你要是这样想就错了 我们中医提倡节欲 要你湿度节制 这样对身心都好 才能养生 不管禁欲还是纵欲都不行 因为一直憋着下面就开始疼出炎症 得前列腺炎之类的病 而纵欲过度则会耗伤肾经 我们说肾经管着生殖发育 肾经足人就年轻不显老 肾经亏损人就早衰 比如年纪轻轻的就整天没精神 动不动腰酸腰疼 腿软没劲的 严重的硬度变差时间变短 开始阳尾早泻 所以养肾得节欲 节欲不等于禁欲 这一点你别弄混了 不过你要是已经阳尾早泻 出现性功能障碍了 找个专业的中医给你把把脉 开方子调理吧 或者根据自己情况 参考市面上那些补肾阴 补肾阳 或者补肾经的中程药 像补肾滋阴的六位帝皇丸 左龟丸补肾驻阳的贵妇帝皇丸 金贵肾气丸 幼龟丸补肾前经的五子燕宗丸之类的 那你在调理的时候是可以禁欲的 但要是没啥事 就是单纯想养生 保养肾 就别憋着了 到时候再给自己憋出了好歹来 不是搬起石头 搭自己的脚吗 行了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